獨派四大佬逼宮 要小英2020退局二線 但李遠哲凡被爆料 自己爭議更多 李遠哲推動的教改 造成台灣有超過100所大學 也是造成現在年輕朋友 低薪的最重要原因 還在出來主張盜事 其實他是國家的罪人 應該向全民道歉 1994年受邀担任教改 審議委員會召集人 推廣高等教育普及 造就今日年輕人低薪 媒體人諷刺李遠哲主張的 沒對過 反對的也沒錯過 被網友大讚一針見血 而昔日停點遭批學術不中立 停菜後又反咬一口 四大佬逼宮 連柯文哲也替小英出氣 不需要對總統講 用這種什麼不詞 這實在很奇怪 你這樣是在鼓掌 根據媒體報導 其實元旦上午 小英邀中研院士 到官邸討論政局發展 李遠哲就已經表達 對通過管中民當選 臺大校長一事不滿已久 並當面請辭總統府資政 小英詫異詢問我到底做錯什麼 原因竟然是不讓管畢林當教育部長 而是去找葉俊榮做教育部長 這就錯了 沒有任何的專業 這個背景卻要關閉林上位 李遠哲一意孤行 也引來黨內不滿聲浪 但是我們非常遺憾的就是說 郡中的這四位長輩 在這個時刻發表這樣的發言 我們現在重點是要團結對外 而不是在這樣的往內互打 獨派意識形態拖垮綠營未來 民進黨二零二零會走出國路 還是走入死胡同 恐怕早有答案 接著